不要的说这么一个 前面说这么一个事情 我看今天发一个价值品 这个现在说还是等一会儿说吧 先讲课 是吧 网络上的好多人都是想要 给他们怎么给呢 我用发力量 好 下面我们正式今天的课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对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今天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说了 主要讲一下莲花生大师的咒语 阿宏班达尔格尔巴马斯的功德或者他的一些利益 主要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我认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学了十到二十三十年的一些老的佛教徒也好 刚刚学佛皈依的这些人都学习 经常修持莲花生大师的法门非常重要 所以前两天也是决定 今天大概利用一个小时左右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传授这么一个法要 我刚才下午看了一下也确实缘起很好 今天刚好是莲花生大师的会公日 葬礼的四月出世 所以这种缘起并不是特意安排在这里 但自然而然 因为你们可能也知道按照莲花生大师的传记的话 那么莲花生大师每一个月都有不同的一些身边 和他的一些特殊的稀有的功德和事业 葬礼四月出一 当时无尽国王将莲花生大师和曼达尔瓦孔义姆 用火来焚烧的时候 后来在七天当中没有烧死 而且把火海变成莲花海 所以我们经常无尽莲花生大师 我们经常七句祈祷文的时候 这里也已经说了无尽莲花生大师 无尽莲花生大师其实是这样出现的 因此我想今天的这个节日不是特意安排的 但是自然形成了一种缘起 我也希望今天不管是在我们现场听课的人也好 或者是怎么说啊 包括在来自各个地方世界各个角落当中所听说的课 我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意愿 祈祈祷莲花生大师当前来讲是 应该说是全世界人类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如果我们全世界人们一口同声的 大家一心一意地祈祷或者经常念诵莲花生大师的话 那么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偏债人火 各种各样的灾难也会消除的 对个人而言的话 那么对个人的修行 对个人的事业 对个人家庭当中的各种障碍和魔障也是会遣除 除非是你牵涉得非常严重的不可逆转的定义以外 决定是依靠上师莲花生大师不共的威力和他的大悲发愿力 还有加持殊胜力决定会遣除这些一切障碍 所以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也会 以前见过上师如意宝的应该是能记住啊 能记得住 法王经常用两个教证 一个是以前藏地非常著名的大德叫做噶头等等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其他八种城的威光非常末法的时候 那么大圆满的月光完全能遣除一切恶世的黑暗 也是这样说过 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现在佛教徒经常说是 末法时代 越来越末法时代 众生越来越刚强 众生越来越可怜 烦恼越来越重 在这个时候我们唯一的大家祈祷莲花生大师才能遣除 我们自相续当中的很多违缘 然后法王还有一个经常用的就是格曼文波 也是土格如意宝的上师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只要一心意义地祈祷莲花生大师的话 绝对不会被魔障所控制 不会的 所以我自己来讲 从小应该说对莲花生大师有特别强烈的信心 一辈子当中也是没有改变过 而且应该说是一心意义的 可以说自己的一切的一切都交付于莲世 依赖于莲世这样的一个佛教徒 我也希望今天听我的课 不管你是学显宗的 学密宗的 都应该自己以后对莲花生大师有一种不共的信心 在我自己的观察当中 比如说我们学院当中的有些法师们 他们对莲花生大师有特别强烈 虔诚的信心的人 他的修情基本上都是不会有什么大的违缘 非常善事善重的这方面 如果你们觉得自己真正的修行要圆满 或者在生活当中一切都是要顺利的话 我觉得在当前来讲 以后也要讲 祈祷莲花生大师是相当相当的重要 这是一种可以说通过自身多年以来 人生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应该说是对人生的纪念不敢说是特别丰富 但是还是有所积累和称点 这个时候我还发现到确实祈祷年事是很重要的 极个别人可能想我是学显宗的 我是不是学密宗的 这是可能密宗的一种特殊修法吧 但这种想法我觉得并不是很合理的 比如说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是很严重的病人 但是你自己的这个病 依靠什么样的中药也好 西药也好 只要有一个药能治好你的病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资格要分析 我绝对不吃这种药 虽然这个药还是起作用 但是我排斥它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种愚痴的行为 因此当然你们有个别的人当中 其实我对念思也没有什么信心 我对念思也不去祈祷也不去念的话 这也是不强求的 本来信仰都是自由的 再加上我们也没有必要 我也没有必要 我跟梁皇僧大师也没有任何私人的关系 梁皇僧大师也是没有给我信息 说你今天一定要宣传我 如果你宣传得很好的话 到时候我可以把你设为我们共事的重经理 我们之间也是没有这样的私人关系 但是我自己认为现在末法时代的很多众生确实也是很可怜的 有些人祈祷的对境和意志的地方 并没有特别重视 所以我希望以后你们自己有一些机会的话 当然在自己的佛堂或者说 包括我们可能当一会儿有一个小佛像 另外一个有没有 挂件 有 今天有一个我以前做了一个小挂件 然后当一会儿可能门口上每个人发一下 网络上的山寨是没办法 你们不要这样不然的话 他们更伤心 所以这个事情我要想要是要说好 以前法王如意宝在87年的时候 五台山做了一个莲花生大师像 从这个缘起在汉地的密法再次形成 不仅仅是密法 整个佛法我觉得确实是一种特殊的缘起 前一段时间他们有些人说 这个像什么要换 要搬到别的地方去呢 我说我希望还是应该在那里 如果原来是个泥土像 如果实在质量不行的话 到时候我们重新修好一点的 如果这个寺院里面要求要办的话 这个我们佛教徒肯定是不同意的 如果他们还是圆圆奔奔的这样放着的话 当然是可以的 如果实在是依靠以其他的方式来办的话 那么我们其他不行的话 我们用微博来呼吁大家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希望 因为这个是二十多年前 那个时候很珍贵的有些 包括有些庄障 这些都是我们大家都共同这样的 所以相关部门应该是不能移到别的地方去 如果移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还是肯定要求大家 一定要共同努力 我们并不是说现在这样的 现在肯定不需要 我们希望也不要 如果没有事的话不要热事 但是如果真的有个别人的一些想法 和个别领导和个别人想看不惯 或者是通过其他方式来换的话 那这是不符合历史 不符合政策 当时也是我们相关的所有的数学都是已经办好了 所以本来是一个小小的佛像 我们也不会什么在意 怎么样都可以 但是有一些特殊意义和特殊价值的 特殊历史意义的这些 我想你不能随随便便 依靠个别人的想法来移动 因此我刚才说的是今天可能等一会儿 也许如果你们得到的话就这个像 我原来去的时候也特别觉得应该有一种缘起 以后你们自己方便的时候 自己的家里也好 佛堂也好 最好是有一些莲花生大师的像到处都是有的 所以我这样一说的话很多卖莲花生大师佛像的人很高兴 他们明天就开始开始做了 我们这边力量比较大的 但也可以 他们就做 加钱不要太高了 然后一定要每个人以后有念诗的这种保护 这个很重要的 去年好像什么时候啊 大概是09年八月份的时候 我翻译过一个莲花生大师的噶玛朗巴的佛藏品 好像我们很多道友都是并没有重视 但当时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莲花生大师当时伊西陀家空虚母问现在末法时代 各种瘟疫 疾病 战争那么发生 在将来末法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各种魔障 猖獗 在这个时候怎么办 然后莲花生大师说虽然我有很多的伏藏品 有些藏在海里面 有些藏在掩饰当中 有些藏在虚空当中 有些藏在山里面的 但是这些伏藏品除了极个别的一些有缘的弟子以外 不能宣传得特别特别广的 但是唯一的就是莲花生大师 他欧玛红巴生格尔巴玛斯德红 这个信咒的话 每一个人都可以赐诵的 那么这个咒语功德威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专门讲信咒的功德 比如说我们念信咒的话 每天都是念一遍遍的话 自己的饮食财富自然而然获得 自己所喜欢的人也经常不会舍弃自己等等 我好像记得有这样的 我最近没有看 现在很多人说自己的家庭不好 很多人到了一顶的时候 很多人的心理所想的跟实际行为都不能到达一致 那莲花生大师我觉得这种人 比如说饮食得不到 钱财得不到 然后自己所喜爱的人或者其他食物是求不得苦的这种人 经常求莲花生大师信咒 念莲花生大师信咒 然后念莲花生大师信咒 念一百万到一千万的话 那么自己获得了真实的威力 还有三界当中所有的鬼神都是可以予以控制 这个很重要的 现在有些人确实是比较害怕魔障等等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学会当中 前一段时间可能极个别人整个五家心已经修完了 五家心修完了以后 按照前辈上师们的传统来讲都是多念莲花生大师 至少也是一千万遍以上的 但现在我们末法时代的人很多人特别特别忙 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不管怎么样你们不要认为是 啊 我现在修了家心什么都可以 然后学会里面也离开 抛这个 抛那个 现在很多人称为叫做是抛抛居士 所以经常抛来抛去的 这种居士真的还是可能不是很好的 当然我也并不反对你们抛到哪里都可以 但学会里面如果退的话 以后所有密法的这些课程绝对不可能停的 这个是我以前六年前给你们说的 基本上是每一件事情都已经兑现了 然后现在也是这样的 即个别人已经修完了五家心 然后根本所有的课程都不去 然后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所有学会里面的有个别人听说已经退出来了 退出来了我们都不算 但是我们学会以后对整科当中 有一部分人专门学五部大论 有一部分人专门去学修行法门净土为主的 有一部分人专门学密法为主的 那么密法的这一个座一定要完成五家心 完成五家心完了以后 以后我们有些密法的课程 最近我们也一直在商量 明年以后怎么办 后年以后怎么办 一直是我们搞十二五计划 所以我们也是在五年规划 六年规划等等 一直在想 所以这些人如果要去 昨前天我们在研讨班上面 有一个居士说的确实是很好的 他自己对密法的传承也好 我们自己认为是自己 一方面讲我们显宗不排斥 所有的显宗我们觉得都是一家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复人 我们还是密宗 尤其是遇到无上大圆满 你并不是那么很容易的 你不管学不学是你自己的习情 但是你要学的话 觉得可能我们相关的要求 比如说五十万家心没有经过之前 我们所传的这些甚深的法 到时候也是不给你劝限 不给你好这个是你相听也是没有办法的 而且我以后的一些密法的课程 全是在菩提学会里面传的 别的除了我们学院当中 当时有特殊的一些在这里缺册 但是学院里面也是 没有学完加心的都不会穿的 因此希望学加心 没有学完的话应该要学完 有些是已经现在十几年了 还没有学完加心这样的也有 那这种佛教徒不知道变成怎么样的 有些稍微学完了 但是我以前一直说是 你们多年莲花生大师信主 上师瑜伽是要长期修的 昨天我听到的有个别居士 真正是对密法很有很大的信心 其实密法应该有信心 我们对密法不信是自己的一种愚痴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理由 你看我们藏地的那么多的这些密法的书 你如果去研究的时候就不得不信 像美国的有些大学老师的话 对密法的信心确实他们研究四十多年 六十多年 五十多年 这样的六十多年可能没有 我听到的五十多年 五十多年的也有 四十多年的 二十多年的也有 这么多的特别特别多 我觉得是我们有些人可能还不信 确实用一些信心 各方面来讲 这一点我在这里也讲 希望念莲花生大师的信咒 就是非常功德大的 而且这个功德文当中也讲了 比如说我们念了三千到七千之间 那么所有的十方诸佛也是 时时刻刻都是保护你 然后所有的护法也好 空性也好 本尊 都是不离开你 因此我们自己多念莲花生大师信咒很重要 你自己不要认为 我现在是已经很不错了 我已经证我 恐怕不行吧 我以前看过阿琼堪布的传记 然后本来灵蒂派的很多很多的上师 就要求弟子们至少也是念一千万遍以上 我们华智仁波切《前行》当中也讲了 后来阿琼堪布的上师要求他 你要念三千万遍 然后阿琼堪布一心一意的 刚开始跟七句祈祷文一起结合念 到后来的时候一直念念四行咒 念了三千万遍 并且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全部背诵下来 那么从此之后他的修行非常圆满 其实我们如果至少也是 莲花生大师信咒念了一百万遍以上 我觉得这个人的修行和见解一定会稳固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现在末法时代的各种各样烦恼的狂风 非常的厉害 让我们不由自主地会吹到各个边缘去 很有这种可能的 因此我今天也是在这里 不管你是学什么宗教的 所以藏地的这种密法的形成和 藏地的教法的护士 跟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不同 现在西方国家和很多欧美国家的知识分子都认为 藏地这个地方是一个精神暴地 大家都知道在这里面有个完好无损的世界的精神文明的存在 但这个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的话 实际上是莲花生大师当年让萨尔胡提摩进行护士 并且他以各种各样的伏藏法门 隐藏在藏地的各个地方 同时以特别殊胜的一种加持力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藏传佛教 我们并不是慈善会他 确实这个是不得不承认 这一点是西方国家 包括有些基督教和一些犹太教的人 跟我们对话的时候他们也在说 要说藏传佛教有不可的威力 那么莲花生大师当年的发愿是离不开的 这一点确实也是实施的 所以说我想我们下面自以为是的 就是我不祈祷莲花生大师 莲花生大师是什么 那这样的话自己是可能没有一种信心和没有佛缘 很有可能你这种心态邪魔外道 魔王波训特别喜欢你 因为你这样的心态没有一点的保护措施 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刹车功能 那这种人可能你随时都是可以魔王波训过来 让你的修行很多方面 所以我们修行一方面需要卖保险 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时候 现在很多人在卖 但是修行保险很多人不知道 就修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有时候我是觉得是 为什么世界上有些人修行人是非常成功 有些修行人不成功 不但是他不成功而且很失败 失败的也是到最后的时候可以说是胜败命令 可以说是毁坏自他 那这样的话我们都不愿意 得人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大家也应该怎么说啊 梁花生大师的这种光是行咒也是讲过 就是说不仅仅是梁花生大师 就是他一个本尊的佛号 就是他的一种 而且他是十方诸佛菩萨的种子主 八万四千法门的名根 然后如果我们就把它写在金器上 刻在石头上 木头上 那这样的话 风所接触的这些众生都得以解脱 连自己也不可能有各种贵神来打扰你 而且所有的贵神都会与你远离 所以我自己 哪怕是自己稍微做一个比较恐怖的梦 然后晚上出去的时候 前面有个黑霍霍的东西的时候 有秋莲花生大师 欧玛红巴尘克尔巴尔巴尔斯德红 这样的话当下就好像自己在感觉上也好 力量上也好 确实也是从小都有这么一样的习惯 实际上也是确实是有他的威力和作用力 因此这一点今天也是我特别希望 我们世界各个地方的这些人都要以 就像是故而非常一种悲怯的心情来 就是呼唤他的父母的名号一样 我们末法时代的这些众生在这样一种 荒芜人烟的地方 那么摩世的各种野兽也极其猖獗 在这个时候我们用特别真诚的信心 经常祈祷莲花生大师 对莲花生大师进行顶礼 供养 皈依 然后自己哪怕是一天念多少多少星咒 最后我们死的时候如果连死星咒呆在身上 然后跟尸体一起焚烧的话 那么彩虹萦绕决定会往生极乐世界 这些都是金刚语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一定要对 你如果非佛教徒根本不信仰这些的话 那都没有办法的 人有各种各样的因缘 我们也不强迫你的 但是你有一些信仰的话 我们现在有些信仰并不是很坚固的 有些确实是不知道 以前在这些历练上都不知道 在藏地来讲是 很多人对连死的信心是非常非常地诚恳 但现在有些年轻人 藏人也是对连死祈祷的人很少的 所以在《连死传记》当中也说了 如果世间当中的人 祈祷对他的人越来越多的话 那么世间的灾难越来越少 而且人们心里的幸福之数越来越高 如果我们都抛弃 都没有的话 谁受到受害呢 是我们众生自己莲花生大师早已已经成就了的 对他是没有任何的 所以我都是经常想 我们现在藏地的所有的佛法来源 当时是连死如果没有降服藏地的这些鬼神 藏地野蛮之地哪有如今的这些佛法 哪有你们虔诚的这么多人 路上高山翻阴都不怕然后到了藏地 其实藏地很多人都是喜欢珠摩喇嘛风 其实珠摩喇嘛风并不是很重要的 但珠摩喇嘛风更高的一种精神的标准 应该说是藏地的谜传 佛教 这个谜传不管是别人喜欢还是不喜欢 确实是他有很深深的意义 遇到他确实是很有福气的 我们现在世间人比如说种财票或者得到什么财物 都是哇 我今天很幸运很幸运 这些也许是一种幸运 但我个人认为 昨天我们有个别佛教徒也在说了 自己认为自己今生当中遇到真正的密法 觉得很荣幸的已经足够了 我觉得有些是非福之业 我想我们这里很多道友自己都是不珍惜 今天学这个 明天学那个 最后到什么都补偿 我个人而言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要换个什么宗教 我要学个什么其他的 在所学的这些方面 完全都是我得到的 应该说是非常具有加持和解脱能力的 这样的一个正法 但是这个我一生当中都是尽心尽力地去修行 所以今天我再三讲 大家应该知道莲花生大师的殊胜加持力 对我们来讲有非常大的成就方面 非常大的作用 刚开始可能你连诗有点不熟悉的话 慢慢读他的一些传记 看美国的很多学校里面 他们都是在学莲花生大师和一些出家空性魔的一些传记 他们也一直在研究 可是我们在这边 包括一些大学宗教系 在这方面很缺少 按理来讲 在这里如果我们了解的话 比西方国家还简单得多 你从汉地到这里特别容易 到藏地去了解莲花生大师当时所加持过的这些圣地 所埋葬的这些伏藏品 他各个寺院里面堆入像山一样的 那么多 所以你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知识的话 你了解 确实也是 前两天我看了一些莲花生大师所隐藏的一些伏藏品 包括我们一些传承上师所开启的这些 越看越觉得说 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世界上有这么好的精神的良药 能真正享用的人世界上是有多少人 我自己问自己 觉得自己还是非常有福气的 这并不是我想为了给你们打一个广告 不是这样的 说实在发自内心的 我特别希望很多佛教徒 如果自己的修行各方面要顺顺利利地下去的话 可能需要有一种安全带 如果没有的话 当你遇到一些 所受不及的危机情况遇到的时候 可能用其他的一些方式 方法 当然它虽然是一种方法 但这种不一定能特别的惯用 我自己认为 应该是祈祷念师的这样的修行人 他是非常的快乐 同时在他的修行 应该说是 不管是任何烦恼和痛苦专严为道用方面 有殊胜的加持 那么这一点并不是 我是因为我自己是学密宗 跟莲花生大师这样说 但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确实是莲花生大师所开取的这些大圆满法 大圆满法自己也是多多少少这么多年以来 稍微从中的一些精神部分有所了解和有所自己享用 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觉得这样的精神 确实也是如今在任何一个学说当中非常罕见 因此也是劝大家在这方面好好地去了解 同时自己有时间的时候 哪怕是一天念三遍七句七道文 念一百遍莲花生大师信咒 那这也是一种表示对莲师的一种信心 其实我们对本尊确实是自己的一种行为的沟通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人与人之间从来都是不说话 或者不打电话 那时间很长了以后到一定的时刻 可能互相都是已经数不相识了 所以我们对本尊实际上是一种 世间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感情的教义 但是实际上还是需要的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用自己的信心来经常祈祷本尊 那么这样以后本尊的身于义的加持会融入你 让你自己的修行也是圆满 到最后的时候确实上师本尊的这种智慧融入你的心 上师的这种加持融入你的心的时候 那么什么事情应该说是可以如愿一场 所以我今天不知道讲了多长时间 大概讲字这么多 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学会的人 学会的人后面留下来淡火念法王如意宝的祈祷文 然后非学会的人你们离开的时候 门口还是有同样的加持品 有两种加持品一种加持品是这个也是一个金刚袋 那么这个我是从云南南传佛教那里亲来的 然后今天也特意用莲花生大师的行住来做加持 算你们的护身 我们在灌顶的时候经常在树壁上经常也有这样的护身 但这个好像有时候也不是 这种方式比较容易 而且也特别好看 所以我们那天在云南 当时我翻译《观器》用汉语翻成藏语 然后我去南传佛教的一个诗养 当时我也在微博上发了 南传佛教的出家人威仪也很清净的 他给每一个人做加持 给一个 我也是向他顶礼 小和尚在他面前顶礼 他也给我了一个也是得加持 佛教的圣人谁都是加持不可思议 这是南传佛教的加持品 后来我也通过各种途径来给 我们学院里面的这些道友过两天再发 你们不要伤心 过两天他们醒来的回去了以后再发 其他的一些道友如果以后有兴趣 我们学会的话慢慢来 应该可能问题不到 再过两年 三年以后你们一直等着吧 当然有些事情要有一种耐心 我们要观察这个人能等得比较久 这样说明是合格的佛教徒 有些是来不及等 那这样不一定很好的 因此我们再看看两年 三年以后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刚才我说的一个小小的释迦牟尼佛 一边是释迦牟尼佛 以前我去印度的时候得到的释迦牟尼佛 一边是莲花生大士的 这个是你们在门口上吧 你们有安排的吧 是吧 四个人在下面是吧 两个人 你们安排好了没有 好 四路都在四路发 不要下来 等一会儿你们等着的话就可以 我看菩提学会的人先留下来 等一会儿他们先做完了以后 只有这两个加持品吧 这个是学会的人当然会后面发 那你们现在不是门口上没有准备好吗 开广 开什么广 还有 开广不是 这个加持是佛像才开广 还是那个佛像也有是吧 我路上的所有的加持品也要开广了 声音乐 noise 声音乐 noise 声音乐 noise 声音乐 playoffs 声音乐 这些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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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拿到门口 其他的我们先回想 先念几遍 还有从今天开始大家要念《大自在祈祷文》 如果你们最好一个人能一年当中 或者两年当中发愿一万遍的话那是最好的 你们以后肯定会一切圆满 我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发愿一万遍 应该现在都是马上要圆满了 所以说希望你们也念我们先念三遍《自在祈祷文》 然后做回想你们学会以外的道友 先从门口上慢慢回去 然后学会的人后面留下来 还愿意以前不是学会的 但今天开始参加学会的人也可以留下来 完了之后你们网络上的道友 回想完了以后也可以回去 我也是用意念加持你们 所有的比真实的东西还得到的加持是更多的 但来 чем玩 尊严 standpoint stimulation 发愿意 hoho 吉平